那如果說我希望把這個程式改成只能拆三次 如果三次沒拆對的話 那就不能繼續拆了 OK 那程式該如何轉寫 那其實我有把剛剛這個問題 其實拆數遊戲 我有在那個TrackGP上面 詢問一下那個 就是請TrackGP幫我寫一個拆數字遊戲 那我寫的還蠻精簡的 請幫我編輯一個拍檔程式 然後內容為拆數字 數字介於1到20之間 那我發現他其實寫出來的 跟我寫的邏輯基本上蠻類似的 只是變數名稱不一樣而已 OK 然後但是他這邊好像有一個 什麼最 這個有兩個變數吧 那寫的方法其實邏輯差不多 一樣是畫了圍圈 只是說他把那個判斷的部分 一樣是放在這個 這個畫我回圈的後面 那畫我回圈後面 假如他這個 如果這個邏輯為True的時候 那他就會執行底下的程式 如果為False的話 就會離開程式 OK 不過啦 你說這樣的寫法 如果我想要把它改更精簡的話 那就是我剛剛改的 其實我比較習慣寫成這樣 我畫了回圈基本上他就不負責判斷 反正他負責什麼 負責不斷的重複就對了 所以我會寫成畫了一碗 那誰去負責那個邏輯判斷呢 就是底下這個 有沒有 一負 L if else 也就是我把它分開來 就是 跑回圈 你就專心跑吧 OK 有點像畫了一碗的話 你就不斷的反覆跑 那誰判斷呢 就一負來判斷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覺得程式寫起來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比起我剛剛上一個寫法來了更簡單 因為上個寫法是 畫回圈既負責重複這一件事情 他又要負責邏輯判斷 變成說他一個 要做兩件事情 我覺得反而會讓那個程式變得比較不好寫 所以我自己比較習慣寫成這樣的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兩個寫法其實雲端上都有啦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比較一下 在這上面這邊 雲端的 這邊 原始版有沒有 就是我剛剛寫的 這個是他又負 後來回圈 他又負責重複這件事情 又要負責邏輯這件事 所以我反而覺得這樣寫 好像有點比較不好理解 所以後來我一律都改成下面的寫法 所以將來 因為你兩種方 你兩種程式嘛 你在網路上或者Chibe都會看到 但是至於哪一種比較OK啦 我覺得你自己可以取捨啦 不是說只能有一種答案而已喔 沒有 所以哪一種寫法比較適合你理解 你可能自己要斟酌一下 如果你比較習慣哪一種你就寫哪一種 這樣的話好是不是 以後你寫程式就會很直覺 你寫有沒有 所以以後我只要遇到那個 程式裡面需要不斷反覆 不是不知道他到底要跑幾次的話 那很簡單啦 我程式就直接寫 壞我意冒號有沒有 然後後面的話就讓他input 然後底下就做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裡面一定會有一個break啦 OK 看哪一種條件 為True的時候 那就break掉 break就離開就回去 那這樣程式我覺得 相對呢 比較好表達 而且好像比較直覺 OK 所以兩者呢 你們不妨可以稍微比較一下 這個部分的話 是剛剛 寫的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把它限制只能拆三次 欸 限制拆三次 那基本上 寫法的話有兩種 一種的話呢 就是在剛剛的程式裡面 加上一個變數 什麼變數呢 就是幫我算一下 怎麼算呢 怎麼算呢 也許上面加一個變數叫C好了 C也許就count count等於什麼 等於0 意思就是說 當他還沒跑的時候呢 他是0 可是當他跑完一次之後呢 把這個C裡面的數字 幫我加1 幫我加1 有沒有 所以我可以算一下 如果當他跑到3的時候 那我就不要讓他跑了 所以哦 可以怎麼寫 C等於0對不對 第一個 他出值 第二的話呢 就是當他每一次跑完 就在break的下方有沒有 再寫一個叙述 C等於C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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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加1嘛 所以他跑完一次 他就加1 所以C 跑一次就是1嘛 那跑兩次 就變2嘛 意思是類推 那3次 所以呢 如果 所以底下 我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C等於3的話 那要做什麼呢 就是說呢 他已經3次囉 那我就print了什麼 print了 跟他講說 你已經跑3次了 你不能再拆了 所以哦 答錯了 那因為他還是沒答對 所以呢 已經拆3次了 所以只能拆3次 然後呢 最後乾脆 直接告訴他說 答案尾冒號 後面我乾脆直接告訴你答案好了 答案的話呢 就是在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str 然後呢 裡面加一個rnd就可以了 我把答案告訴你好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 在這個地方把答案直接告訴他 不過請特別注意哦 因為這邊已經結束了 三次了嘛 所以記得呢 這個地方一定要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break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break的話 他會繼續讓他繼續拆 所以呢 如果假如我不是用for回圈 而是加一個變數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剛剛的程式有沒有 在file回圈上方加一個c等於0 然後讓他每一次都累加 當他累加等於3的時候 那我就print一個 答錯了啦 只能拆3次 OK 然後break掉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應該可以看懂這個程式吧 應該不困難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要把程式改成 只能限制的次數的話 那就是這樣 來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執行一下 OK 好一下 OK 好啦一樣嘛 所以我就亂拆啦 反正不會那麼幸運一次就猜對了 好啦 反正一直在猜 11 12 好三次囉 對不對 Enter 那你會發現呢 當我猜到第三次的時候有沒有 他一樣會告訴我 還是太低了 高一點 然後呢 因為跑到 程式跑到這邊的時候有沒有 那一樣把他加1 有沒有 所以這個12拆完之後 他一樣加了1之後 那C現在就等於3了 那等於3的時候呢 底下這個邏輯就為true了 所以為true之後的話呢 他就跑這個這個邏輯 答錯了喔 只能猜3次 答案為多少 15 有沒有 然後呢 底下因為有一個break 所以呢 只要碰到break 他壞了1嗎 就強制離開了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讓這個程式 不能讓他猜太多次 OK 只能猜猜3次啦 好 這個是第一個啦 你說 這應該比較簡單啦 不過呢 你想說 那之前不是講過 如果是有範圍的 這個回圈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用那個 4回圈 所以喔 如果假如 如果這個我把它注解 這個把它control1 我假設 我這個地方 如果我不要 用那個什麼 剛剛那個寫法 我如果希望 把它改成負回圈的話 所以剛剛這個是 反正沒跑一次加1 沒跑一次加1 這個寫法其實蠻簡單的 以後 蠻推薦各位以後寫這樣 因為這相對是好記啦 可是呢 如果 未來可能是考試好了 考試就硬是要你說 請你不要用壞回圈 請你用for回圈 來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呢 來for回圈嘛 那我講過嘛 for很簡單 第一個 你可以把file1 先註解掉 我習慣要control1啦 如果以後你要把它取消掉 一樣嘛 你就選他control1 有沒有 control1蠻好用的 control1就註解 他可以單行也可以多行 OK 也可以取消啦 好 那你可以把file1蠻好改一下 改成什麼 改成for回圈 那for回圈應該會吧 for i in range 你看要跑幾次 你就在這個range裡面 給他定義啦 那當然這地方 我們直覺是1 1.123嘛 到4停下來 好那加一個冒號就可以了 不過啦 跟各位講 如果你假設以後寫這樣 因為他的回圈基本上從0開始啦 所以如果你假設0 斗點 那這邊就3嘛 012啦 OK 可是跟各位講 如果呢 range裡面 假如是0開始的話 他這個是可以省略的 所以最後是可以寫成這樣 以後如果你看到range3的話 那表示是跑012 這樣子 但前提是要從0開始 不過啦 說真的 有的時候我們的習慣都從1開始 可是python裡面的數字 一定從0開始 所以怎麼寫比較OK 就看各位 如果你覺得 你實在是這樣很不習慣的話 那我沒關係啦 你就寫這樣1.4好了 OK 因為你說少一個數字 多一個數字 其實我覺得沒有差很多 但是至少你比較不會寫錯就好 所以將來range後面 其實有很多種敘述方法 OK 你要想一個 你比較習慣不會寫錯的就OK了 我只是跟各位講一下 好 那1.4的話 那表示說他跑1 2 3 沒有4了 所以1.2.3就3 3次就對了 好 接下來的話 那當然這樣跑 跑的過程當中 一樣會有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呢 就是如果當他已經拆了3次的話 所以這裡面有沒有拆3次的邏輯 沒有嘛 所以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乾脆寫一個好了 所以寫在哪裡比較好 其實寫在那個 這個上方好了 當然你如果假設這邊再加一個1V 那會影響到底下了 所以把底下這個乾脆改成L1V好了 好OK 你就變L1V 那我這邊的話呢 就改成什麼 另外再一個什麼邏輯呢 如果當那個什麼呢 當I的值 它裡面的值等於 等於3的時候 OK 第一個條件 就是當他已經是3 所以他一定跑1 跑2 跑3嘛 另外一個END 第二個條件是什麼呢 而且哦 他還沒猜對 因為猜對的話 應該會跳那個BREAK 而且沒有猜對 怎麼敘述 就不相等嘛 所以沒猜對的話 就G 不等於 不等於RND的話 OK 就是這兩個呢 他沒有相等的話 那冒號 OK 所以哦 邏輯條件有兩個 一個是 他已經第三次 而且還沒有猜對 OK 敘述方法應該可以理解吧 第三次 而且沒猜對的話 那底下當然你就Print一下 Print了什麼 我就把剛剛那個拿來Print 就直接把這個拿來Print OK 然後 答錯了 只能拆三次 答案為多少 可以告訴你 但是哦 那個畫回圈底下 會有一個BREAK 那你說老師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這底下加一個BREAK 其實你加也可以啦 其實不加也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他就跑三次嘛 他在這裡就不見了啦 OK 所以你加二等於是多加了 不加也沒關係 OK 所以哦 這樣理論上應該就OK了 所以如果改成FOR回圈 好像少一些程式碼吧 我看一下 我們第一個 就是把這個 畫有E貓 改成FOR 有沒有 OK 這應該沒問題啦 第二的話呢 就是在這個邏輯 加一個A 就是等於把第一個邏輯 改到第二個 然後上面再加一個 如果當I等於2 就是I這個值等於2的時候 等於3的時候 而且還沒有答對 OK G不等於RND的話 答錯只能拆三次 來試一下看看 理論上應該 我看一下我雲端上面寫的 應該是一模 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在這裡我有一個方法一 應該寫 應該是一模一樣才對 我一樣寫這樣子 有沒有 然後 多一個邏輯判斷 在這裡 不用BREAK 多一 所以不用像那個 畫回圈一樣要加一個BREAK OK 然後把它執行看看 所以哦 輸入 本來我隨便輸入好了 一次 太高 太高的話 那我是輸入9 應該沒那麼幸運吧 那再8 第三次哦 所以第三次假如猜對 他就會攻擊猜對 那如果沒猜對的話呢 他就會跳那個什麼呢 這個邏輯 有沒有 因為他已經等於3了 然後而且又沒猜對 OK 試一下 在這邊 ENTER看一下 有沒有答錯了 答案為6啦 OK 所以 答錯了 只能猜3次 答案為6 就是跳這個邏輯 那因為這個邏輯的話 FOR回圈呢 只有3次 所以他不會有第4次 所以也不會再回到FOR回圈這個地方繼續跑 就離開了 程式就結束掉了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意思吧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哦 剛剛我有講了 兩個方法 可以把剛剛的程式 改成只能拆3次 第一個是用壞回圈 一樣用原來壞回圈 只是說我增加了什麼 增加了一個C的變數 當這個C的變數等於3的時候 那就是跟他講 然後主要是這個BREAK 如果是IF不用BREAK 不過也蠻像的 只是說增加了一個邏輯判斷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這個地方 那我寫完的程式 在雲端白板上面 的第幾頁呢 第29頁這邊 方法1跟方法2 方法2的話就是加一個C 然後方法1的話就是 加一個FOR回圈 試試看